文珠小裴,早上九十三十分,他刚刚和其他七家公司的创始人,一起敲响了港交索德罗,成功IPO,应可开盘价4.32港元,价发行价3.85港元,上涨12.21%,最终收于4.26港元。 虽然,凤幽生说,强调自己心情平静,带来自资本市场的认可。男女让人惊喜,在前一天,我跟硬克副总裁王浩说,看小米的走势,明天的大牌应该不会太差。 他说,顺利就好,可见,他当时的心情仍然是没底的,现在,他难掩兴奋,不停的更新朋友圈,感慨,三年,这一刻,在这之前包括小米在内,从内地赴港IPO的企业,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破发。 虽然小米斩回了发行价,但大部分公司仍在发行价以下徘徊,不能让大家以为我们是跑来骗钱的,硬克希望能给资本市场信心。 正如雷军形容小米那样,丰厚的猪,当过,大起大落,也经历过。 从外面看,硬克一路走来,也争议不断,最初的半年,人们热衷于讨断硬克,从为什么能六个月做到估值三十亿元。 而过去的一年,硬克又倒陷入了卖身,裁员传闻。 2015年国庆节,猪孝虎下载了硬克,想看看直播为什么这么火。 同时,他也研究了排行榜里,所有看得见的直播APP,最后选择投资硬克,是觉得凤佑生对直播想得很清楚,比当时的其他几个创业者有很明显的优势。 凤佑生想得清楚,不会轻易受外界困扰。 罗宾记得,金沙江刚投了不久,硬克就因为三分钟打广告,而被苹果商店暂时下架,身边的人都在谈论要不要把广告停掉。 但凤佑生坚持投广告,并没有违反苹果的规定,坚持了下去。 罗宾很兴奋,这是他的被投公司第一次IPO,加入金沙江三年多,罗宾和朱孝虎一起投到了硬克,欧粉狼人沙等。 他们都曾是风口上的公司,一度风投正进,只手可热的,但又都因为资本市场的转向而遭遇尴尬,犹如胖手山芋。 而硬克这一高光时刻,显然给了罗宾们信心。 正如雷琛所说,能上市就已经是一种成功。 对于硬克,同样如此。 以下是风又生创业以来的经验总结,由商业与生活根据现场问答整理。 创业,永远都会面临不同的困难Q,此刻的心情怎么样? A,普通的一天,带点快乐的一天而已。 Q,为什么在成立两年的时候,就考虑上市的事情了? 如果上市不是为了融资,那是为了什么? A,我们具备了能力呀,创业都有从众效应,会把IPO当作一个阶段的目标。 我们第一天也一样是怀揣着这个梦想的。 2017年,我们就觉得时机成熟。 当时,A股还很火爆。 我们也常是在A股IPO,但很快A股赚了。 我们就转向了港股,而且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市场。 我们看中这个平台带给我们的能力。 Q,尹赫三年做到上市,是否与之前音乐创业的经历有关。 A,音课的成功,有过去十年做音乐的反思和积累的功劳。 一方面是技术和运营的积累。 另一方面,我们做音乐做了十年,天天思考怎么赚钱,但发现音乐这个行业很难赚钱。 因此,做音课的时候,我们第一天就想明白了怎么赚钱。 Q,创业三年以来,有没有高压时刻? 你怎么度过的?A,创业,永远都会面临不同的困难。 这是一定的,碰到困难,必须一无反顾的去面对。 这也是唯一的解决办法。 我一般焦虑的时候,睡一觉就好了,如果还焦虑,我就会去寺庙待几天。 我是一个佛系创业者。 其实,很多时候,焦虑其实不是具体的业务。 而此发展中不断地遇到新的问题,尤其是管理的问题,是你身边朋友无法帮你解决的。 业务出现的问题,都是容易解决的问题。 反而是管理的问题不好解决,因为涉及到复杂的人性很难把握。 Q,财报显示,越活越下降的时刻,这时候会焦虑吗? A,有一段时间,我们的越活越用户下降,是因为我们2017年,刻意选择减少了广告的投放。 我们当时意识到平台到了一个调整的时刻,不想为了没有意义的繁荣浪费投放。 我们直播的商业模式是用户付费,80%的收入,来自20%的付费人群。 因此,我们选择守住一线城市的高端人群。 当然,选择一部分,也就意味着放弃另一部分。 我们当时也不具备抓住所有人群的能力。 在2017年下半年开始,我们拥有了千人千面的技术后,可以保证每个人看到的是自己想看到的内容,而不会影响到其他人。 我们又开始做全人群,越获越用户就上来了。 Q,与其他直播平台相比,应客的优势是什么? A,我们的核心价值是海洋主播,全民平台,这是其他人学不去的。 我们从来不去追一个头部领域已经玩得很大的方向,这都是不成功的。 我们更愿意跳过这部分,去看下一个可能。 Q,但也有很多人质疑应客的模式。 认为不如秀长,垂直平台,更能长时间吸引用户。 A,那都是没有玩应客的人的评价。 Q,与其他直播平台相比,应客的模式看起来比较单一。 A,我们是一家只有三年的公司。 业务单一是因为,我们选择先把愉快做扎实,再去做多元化的尝试。 而且,我们单一的收入,也远远高于很多多线条的公司啊。 我们之前都没有刻意去做商业化。 实际上,我们今年刚开始有了两三个销售人员。 Q,你提到应客曾经打了一个亿的广告。 回过头来看,你觉得这个广告战是必要的吗? 对后面的创业者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吗? A,坦白的讲,中国打广告都是傻大错的打法。 你不知道,也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衡量。 我们分析过,70%的用户知道应客是来自朋友圈,这部分我们是没有花费一分钱的广告费的。 但是,这70%和30%互相作用,是没法知道的。 但作为一个创业公司,最重要的是能够快速的杀出来。 因为,你在和一批资源能力差不多的创业公司竞争的时候,同时还要和一批能力资源比你强的大公司的内部团队竞争。 这个阶段,你的时间优势可能只有一个月,能不能在这一个月内占领用户的兴致,对你非常重要,只有在这个月非常决断,快速的杀出来。 你才可能取得这一点点成绩,如果错失了这个时机,后面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,保持敏锐,永远超出一点点预期Q,会觉得发行价并低了吗? A,其实是我们可以调低的,我本着发行后到的价格,认为投资者会用脚投票。 我们调低的逻辑是,硬刻的现金流非常充足,融资不是我们的目的,我们希望能打破一个破发的魔咒,我们是不破发的,好不容易来一次香港,不要让大家以为我们是跑来骗钱,割韭菜的。 我们希望提供一个后到的价格,让投资者也能够赚钱,能给资本市场信心。 Q,说实话,来港上市的很多公司都遭遇了破发,你心里有担心吗? A,历史上伟大的公司,一开始都是不被理解,被低估的。 腾讯,亚马逊,上市的时候,股价很长时间都很低,反而是那些都看好的公司,最终没有取得预期的成绩。 这就跟投资和创业一样,那些创业者和投资员都看好的市场,往往因为入场只扎堆反发展不起来。 而那些不热门的领域,创业者埋头苦干,反而能做起来。 我认为,检验一个公司的标准是,能不能给投资者超出预期的业绩或者产品,永远给他们超出一点点的投资预期。 Q,你如何保持自己最趋势的勉感? 像知识超人,应和是最早做直播问答的。 A,凤佑生,一万小时定律,我每天投入的精力,比别人要多很多,这也是天半的问题,别人也学不来。 Q,你对视频的未来趋势有什么预测? A,现在还没法改知,但肯定不是今天,大家能用眼睛看到的产品。 我有一个观点,大的物理技术的变化,一定会产生新的玩法。 至于这个玩法是什么,肯定不是现在能看到的这些,但这个玩法一定是对线下已有玩法的重构。 Q,或考虑投资码,财包显示应和账面有30亿的资金,这些钱不花出去,会不会很浪费? A,我们不会做太多的投资,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投资公司,但如果我们找到能花钱的点的话,就会很快的花出去。 眼下,去杠杆的趋势还是很强,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资本市场会越来越谨慎,这也意味着,我们能够以更好的价格,买到更多的优质资产。 Q,你把腾讯当做一个对手了吗? A,把腾讯作为一个阶段后的对标是可以的,我们现在做了三年了,可能比腾讯当年三年的时候做得更好。 我们希望给后面的年轻人身上带来一个可想象的梦想,新的一代人能够战胜老一代。 我从来没有期望腾讯市值,但我可以幻想20年后的应客,希望我60岁的时候,做出来的那个产品能够流行起来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